又过了半个多月,凤九并不知道凤敲和火凤如今正在路上,他们此时已经回到城内,看着越靠近越落身体越显僵硬的轩辕莫泽,凤九有些诧异,你怎么了?不舒服吗?怎么感觉怪怪的? 上回见你娘时,她是昏迷着的,这回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吧,心里有些紧张。 她抿了抿唇,如实说,就见身边的她一脸错愕后,咯咯大笑了起来,她不禁有些凶脑。 有什么好笑的?我这也是担心给她的印象不好。 好好好,不笑了,不笑了。 要是她对你印象不好,你就不娶我了。 那是不可能的。 那不就对了,既然这样,你紧张什么? 更何况,我早就跟我娘亲提起过你了,她对你印象应该不错哦。 凤九牵着她的手,大步往前走。 来到院前敲了敲门,冷华上前来开门。 谁啊? 是我。 冷华脸上露出笑容,忙上前打开门。 主子回来了。 冷华,我娘亲最近身体怎么样?还有,我哥来了没? 主子不用担心,夫人身体很好,官少爷在半个月前就到了,这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去药铺那边走动。 今天跟杜帆出去了,还没回来。 到了就好,哎,我娘亲呢? 夫人和我姐在后院,这阵子夫人一直念到主子,要是直到主子回来,一定很开心。 凤九与轩云莫泽相视一眼,两人往后院走,而灰狼则将老白交给冷华,便也跟着一道往里面走。 未等几人走到后院,趴在后院中的吞云仿佛有所察觉一般站了起来往外跑。 嗯?主人回来了? 后院中的上官宛容一昼,继而欢喜地站了起来,就要往外走。 小九回来了。 旁边冷霜,连忙扶着他。 夫人,您先坐站,我出去看看。 不用看了,是我们。 凤九笑盈盈,他放开了轩云莫泽的手,快步走向他娘亲。 娘亲,你怎么样?最近身体还好吧? 我很好,倒是你们,在外面,可有遇到什么危险,死刑可还顺利。 上官宛容拉着凤九的手,一边上下打量着他,看看他有没有受伤。 没有,有他在,我不会受伤的。 凤九将一旁的轩云莫泽拉上前。 娘,轩云莫泽,你还记得不? 记得记得,你上回不是介绍过了吗? 还是见过你爷爷和爹爹的,我能不记得吗?